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马上要过年了 掏冠玩具箱在这里先给大家拜年了 农历庚子年始终要过去了 咱们即将要进入新丑牛年 那么就祝朋友们新的一年里 大吉大利 百毒不侵 万事如意 次次开箱出超宝 夜夜窗头有新车 好,既然是农历新年 我就也沾个喜庆 因为风火轮从2012年开始 几乎每年都会推出一款 跟咱们农历新年有关的 生肖主题的小车 我为什么要说几乎呢 是因为之中有两年是跳过了 所以到今年的牛年 已经一共推出了8款生肖小车 咱们还是发挥一下节目特色 来给大家拔一拔 这些形形色色的生肖主题小车 首先第一辆 是在2012年推出的龙年主题小车 这个车呢在版卡上还特意写上了 Year of the Dragon Edition 也就是龙年限定版 但是这车并不是当年的新模具 它是叫Rosella 是1988年的元古老模具了 我觉得这个造型在1988年也算是很前卫了 首先这车呢是一个龙的造型 龙的身体也就是车身 龙头呢是在这个车尾部高高扬起的 而且它这个龙头是可以360度转动的 龙头的正下方是驾驶位 前面呢是一个V8发动机 有趣的是大家看这个车的侧面 是由以前以后这么俩机械爪子的 用风火轮自己的话说 这玩意儿其实是一条机械龙 所以有这么俩机械爪子 但是从这个龙尾部的鳞片 以及龙头的内侧看呢 你说它是一条机械龙其实我是不服的 虽然这个龙头后部有这么俩象征性的椰压稿 其实可以看出啊 这个小车受当年日本那个哥斯拉的影响很大 它的名字呢也很有趣 是叫这个Rosella 我开始是有点疑惑的为啥不叫爪子了 后来也是想通了 这个Rose呢大家知道是稿的意思 可能因为这个龙是一条杆状的东方龙 所以呢就叫Rosella了 接下来2013年本来是12年的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被跳过了 14年是马年 出了这么一个马年纪念版 但这个还是比较应付的 这个Horseplay是风火轮的原创模具 也算是一个万金用模具 18年还整过那么一个凹创版的 15年呢是到了阳年 跟马年一样 只是选了一个老模具 Kabonik的模具呢是加了一个羊的汉字 虽然这个样子跟羊没什么关系 不过我觉得这个车的造型 比马年那个好看不少了 16年呢 风火轮觉得可能之前两年的套路 还是很方便的 于是就有顾忌重严的找着老模具 涂了个这个汉字的猴字 甚至连这个配色风格都没怎么变 到了2017年 感觉风火轮是终于良心发现了 他为了庆祝纪念呢 竟然专门出了一个新模具 虽然这个配色呢还是以前一贯的红色主打 但可以看出来这个模具是用了新 做成了这个鸡的造型 车的两侧呢是做成了鸡的翅膀的样子 后边鸡的尾巴呢也是充当了这个汽车的尾翼 前边是一个尖尖的鸡头 车两侧的下部是罗漏的动力系统 这个车整体看起来还是很棒的 18年是狗年 继续延续了之前的风格 主色呢还是这个红色配色 但好在这次用的是一个跟狗相关的模具 虽然这个不算是新模具 但是比那个马和羊还是强夺了 这个车是一个皮卡的造型 前部是一个刺牙裂的狗头 被后边一个狗撩拴着 这个车有趣的地方呢 是狗的上额呀 是可以随着小车的前进上下活动的 到了19年的猪年 凤虎轮好像又没有出 因为我一张图也没有找到 希望知道19年出的是什么车的朋友呢 弹幕或者留言指点一下 去年鼠年主题的小车 因为才过去不久 相信很多人都见过了 一共是出了两款 红色的和金色的 这是一个很凶狠的鼠头的造型 深邃的眼眶呢 让人感觉是那种人狠话不多的类型 从造型上看 还有点像风火轮经典的那个车型 帮Shaker 车顶上也是一如既往的卸上了汉字鼠 这辆车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大家看这个发动机 它是一个石缸的奶酪发动机 机器上面呢 可以看到很多类似奶酪启控的小凹陷 官方对于车的介绍也很有趣 石缸奶酪的疯狂输出 让所有的猫一点想法都没有 好 那么终于说到21年新丑牛年了 这是一辆今年第一批次出的老模具 叫Straight Clear 这是一只顶着两只脚的牛头造型的小车 从它的这个名字街道清理者也可以看出来 它的设计灵感呢 是来自于西班牙的那个奔牛节 风火轮也算是借花献福 因靠上了咱们的牛年 不过这也很符合风火轮 肩商的做法是吧 这也是一辆专用威士的大牛 车头上呢 是写着二一牛的字样 那么掏花玩具箱呢 也借着风火轮这个牛车的内涵 再次祝大家牛年呢 能扫清去年的一切不美好 新丑年也同这只牛一样 一路向前高歌猛进 势如破竹